眼镜王蛇 眼镜王蛇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蛇 因为它们性情凶猛 攻击敏捷 而且毒性强大 主要毒素为神经毒素和心脏毒素 每次释放毒液约100毫克 而平均致死量为12毫克 如果人被咬后不注射抗蛇毒血清 伤者最快会在30分钟内死亡 同时 它还是世界上最长的毒蛇 也有记录为5.58米 它们的别称特别多 比如山万蛇 过山风 大扁井蛇 大眼镜蛇 大扁头风 眼井蛇 大棚井 吹风蛇 过山镖等等 让人实在记不住 不过它们有个特点 就是喜欢吃自己的同类 也就是其他眼镜蛇 偶尔也捕食蜥蜴 鸟类和鼠类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它们属于高质伤蛇类 在捕猎其他蛇类时 可以分辨对方是否有毒 并做出相应的判断 在捕食无毒蛇时 眼镜王蛇并不会轻易使用毒液 它只会随便咬上一口不放 慎平猎物挣扎反抗 直到死后再慢慢吞食 而在捕食有毒蛇时 它不会轻止妄斗 只会不断地挑衅 当对方被激怒 向它发起进攻时 眼镜王蛇会激紧地躲闪 直到猎物身心疲惫 无心恋战时 它就会看准机会 一口咬住猎物头颈 并释放毒液 将其杀死 然后饱餐一顿 不愧是个有思想的蛇类 如今世界各地 蛇毒血清较齐全的医疗机构 其实并不多 所以外出旅游 尤其是到原始森林的 最好先咨询当地 是否经常有毒蛇出没 事先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毕竟生命是宝贵的 世界之最 专注科普之时 数据如若有所偏差 欢迎指证 记得关注我们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